在国三时出现状况 在疑惑的过程 旁人皆认为是青少年的关系 也有心理师跟我保证不是思绝失调 也有好几次医生因孩子不愿就医 而让各自请假的父母 连医生的面都见不到而焦虑的回去 就这样经过四年的想进一切办法 孩子才得以被医治 就这样我也得了忧郁症 在初始时我担心着各种问题 从科业的处理 恢复情形与时程 恢复后的药帽 用药问题 如何处理如何求人等 所能在网络上找的资源全在北部 各种专线都打过了书也看了 人无法了解全貌 非常有幸的发现了 青梅医院的家属支持团体的各项课前 随即报了名 读书团体让我有机会与专业的医生 询问心中的各项疑惑 了解不同医生的考量 让我们更能参与了解孩子被医治的方法 与一生的讨论 不能团体的心理师与护理师 帮助我提升照顾孩子的方法 压力情绪的管理 抒压团体帮助我们能在沉重的心理压力 与慢慢的情绪中暂时得以解脱 孩子生病后 我无法与朋友讨论这件事情 担心传出去后 孩子无法在社区礼服找工作 也发现多数人对精神病的认知是非常不足 且有着歧视与谅解的 在每个课程里都有机会认识病患的家属 听到他们的心情与处理的过程 也在彼此都处在这样的艰难情形下 情绪被听到 理解与认闹 虽然孩子不是勤美医院的病人 但勤美医院对家属无差别的提供 这样有组织的支持系统 也算难顾仅有且完整的资源 心中的感激真的是无能力 在此也特别感谢整个医疗团队的用心 这是一个一辈子的用药过程 在病人大多无病事感 不愿意用药的情形下 总认为家属在逼迫他们的情况下 在在考验着家属的耐心 爱心与看压性 不仅病人需要复原 家属也需要复原 期盼政府能多考量到家属的困难 给予有效的协助 而不是形式上的流程与规定 也期盼外界认知他是一个大脑的疾病 那些挑衅的行为 奇特的言语都只是为 他们的大脑生病了 精神病不同于其他疾病 精神健康不只关乎个人的治疗 也需要旁人的理解认同 期盼社会能理解接纳他们 病人才有可能复原 也期盼每个病患的家属 不用再担心病患失控时得到的只有社会的指责 在每个暗夜中无助的夫妻 在失望中寻找支援的手 这是第二位家属的分享 两年前小朋友发病时 感谢观看